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东非第一大港口蒙巴萨和肯尼亚首都内罗币的蒙内铁路全长约480公里 是肯尼亚1963年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 也是该国60年来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2014年12月 蒙内铁路开工建设 2017年5月的最后一天 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铁路终于正式交工 从此肯尼亚的人民有了一条新的铁路线 6个月后 货运服务也正式通车 目前 蒙内铁路日均开行6列旅客列车 16列货运列车 常态化开行粮食专列和双层集装箱专列 短短5年时间里 这条采用中国标准 中国技术 中国管理的现代化铁路干线 已累计运送旅客700万人次 预计今年可发送旅客200万人次 创历史新高 货运量逐年攀升 累计发送集装箱170万个标准箱 今年上半年已发送货物22.1万个标准箱 较历史最高货运发送量增长26.6%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肯尼亚铁路局负责人塞莱说 蒙内铁路每天运送的旅客和货物 相当于每天在公路上有1600辆装满货物的大卡车 和180辆载满了乘客的大巴车 往返于肯尼亚最大的两个城市之间 这意味着五年来 没有一辆卡车或大巴车发生安全事故 这简直不可思议 据了解 公路虽是肯尼亚主要的运输方式 但饱受高市物率和堵车的困扰 蒙内铁路开通后 不仅将内罗币与蒙巴萨之间的旅行时间压缩了一半 还极大释放了公路交通拥堵压力 降低了物流运输成本 为当地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 提供了一个安全、快速、高效、便捷和经济实惠的交通方式 带着两个孩子坐火车去蒙巴萨探亲的穆西卡说 带娃出游我一般得考虑很多 火车比大巴车安全 空间也没那么拥挤 我和孩子们一路都能好好享受旅途 不用担心这 2009年的8月是中肯两国约定修建蒙内铁路的开端 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 而制作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也终于在2001年年初登上了历史舞台 不过由于报告里表示 全部铁路将采用中国标准 这令肯尼亚政府心存疑虑 因为自从铁路修建以来 欧洲的标准一直被全世界的人民广泛采纳 而这次中国标准突然映入眼帘 这使得很多国家对此十分陌生 为了解决这一疑虑 蒙内铁路的修建集结了中国的优秀人才 并且将中国的相关标准完全翻译成英文 同时邀请肯尼亚的相关工作人员参观我们中国的高铁 并分享相关经验 在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 肯尼亚政府最终接受了中国的技术标准 同意了这份可言报告 2012年7月的一天 合同终于正式签署 中国的铁路标准终于进入了肯尼亚 这也是中国标准第一次迈入非洲的大门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蒙内铁路的建设 并最终在克服了一系列困难之后 蒙内铁路历时三年 终于在2017年5月正式完工通车 这段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研发 并建造的蒙内铁路 全产业链采用中国标准 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 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代表成果 同时也为当地人民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促进了中非友谊在现代基建项目上的进一步合作 蒙内铁路的成功贯通不仅为当地的人民出行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同时也使得物流的流通更加畅快 在如今的肯尼亚 货物从蒙巴萨到内罗币运输时间连一天都用不了 使得物流的成本大大降低 将来肯尼亚将有望成为地区的物流中心 以及当地的制造业中心 而这都离不开蒙内铁路的助力 在当地的客运庞大需求之下 肯尼亚将有望连通埃塞俄比亚等东非国家 也将源源不断地推动东非地区间的经济腾飞与文化沟通 铁路建设对于当地助力颇多 特别是对当地的就业问题 据有关数据显示 在铁路的相关建设中 有大量的资金都被用于发送工资给当地的工人 特别是在铁路的建设时期 很多肯尼亚人都投身于项目当中 解决了当地的就业岗位 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对这条铁路相当重视 除了经常召集本国和中方负责人开会 了解进度以外 还曾坐专机亲自来视察过工地现场 肯尼亚政府希望利用从中方学到的铁路技术 成为东非铁路事业的标杆 可以说肯尼亚的铁路修建项目 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肯尼亚的基础设施建设 还为当地人民的就业助力颇多 蒙内铁路到底有多难修 2016年BBC曾发表文章 质疑蒙内铁路计划的可行性 在一百多年前 英国议员曾经把这条线路称作疯狂铁路 英国殖民官员和肯尼亚当地人民 曾在这里付出过惨重的代价 内罗币铁路博物馆 至今还保留着一项特殊的藏品 三枚来自一百多年前的老虎爪子 这些爪子来自两只1896年铁路动工时 袭击工人的老虎 当时凶猛的老虎经常到铁路沿线觅食 肯尼亚工人和英国官员都曾命丧虎爪 从蒙巴萨到内罗币要深入东非大陆 自然条件恶劣 肯尼亚以野生动物观光闻名 老虎 狮子 野巷 犀牛等野生动物 都会对人构成威胁 除此之外 当地湿热的气候加上众多沼泽 使得蚊虫瘧疾传播迅速 野外工程人员的身体健康随时会受到考验 然而中国路桥在施工过程中 充分考虑到当地自然环境的限制 巧妙地克服了困难 据人民日报报道 根据沿线野生动物迁途种类和迁途路径 以及活动习性 工程人员专门设置了供野生动物使用的大桥 7米以上的桥洞高度 就连长颈路也能悠闲从容地通过 蒙内铁路全程共设置了这样的野生动物通道14个 铁路沿线两侧还设置了隔离栅栏 避免动物通过时与列车相撞 然而最令外国人感到吃惊的中国工程技术 还要数开山架桥这一独门秘籍 由于铁路沿线要经过复杂的地理环境 为了保护野生动物 避开杂草丛生的地面 工程时常需要架设铁路桥 蒙内铁路全线共有98座铁路桥 其中最高的一座离地面43米 最长的长度为215米 这种在中国高铁沿线司空见惯的铁路桥 却让肯尼亚当地人惊叹不已 肯尼亚网友就惊呼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宏伟的工程 为何被说存在债务风险 原来当地一家最大的日报认为 中肯双方所签订的保密协定中 使得肯尼亚的重要战略资源 都置于了风险之中 特别是国家主权 当地报道显示 如果铁路的货物运输量 未能达到协定中所约定的数额 那么肯尼亚港务局的收入 将用来偿还中国的债务 这也就是说 肯尼亚政府主动放弃了 自己的境外资产豁免权 同时在这份秘密签订的合同当中还写道 双方如果产生纠纷 将依据中国的法律进行调解 并且肯尼亚政府不得在 没有中国允许的情况下 公开相关的内容 这一报道的出现 引起了当地人民的一片哗然 纷纷指责中国政府 对非洲实行掠夺式的贷款 认为中国通过其战略 使得沿线所经过的国家 不得不背上当地政府 难以负担的债务以及贷款 但是至今为止却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 以上这些言论 也有人表示 这些言论忽略了谈判桌上的非洲领导人 这些国家确实需要一些措施 来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 逐渐引起了西方列强的注意 与一个世纪前的战争不同 他们试图利用舆论导向 对中国进行打压和刁难 而中国已经有一大部分的人才 通过自身对于国际法的掌握 为中国进行辩护 维护自己国家的海外利益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